這是什麼? 我寫的來了 這是什麼意思? 人人物加運 對 我的認知 我的認知 它那個 我們先看那個 Sana Sana就是野獸 或是山道 對 沒有問題 所以它是兩個詞 那這個 Sed Bun 它的字根就是 Lvuma 短 我們昨天有講到短這個字 然後 如果要特別講很短 才會用你的Lv 不然它字根就是Lvuma 所以它前面加了一個S 後面又加了一個U 就是要把它弄短的意思 弄短的意思 所以 就是 它就是三個 三個 直數 然後 為什麼 我剛剛會有短調 是因為剛好那個 Lav 這個字 是 包的意思 然後 它如果加上Un的話 看我們昨天有講 綜藝姐前面會弱化 那個U 所以它加一文剛好變成Lvum Lvum Lvum 我要包 變成跟那個Sed的Vum 後面一模一樣 所以會有點混淆 但是 這是不同的字 其實從句子裡面看 意思就不一樣 但是如果是Lvum加U Lvum的Vum的話 它是兩個次數 如果是Sed的Vum的話 就是三個次數 它的差別 這樣可以 次數就是 簡單講就是可以差幾個成分 它就是幾個次數 然後有一個就是說 像一般 我們要 有一個重點說 假設我們遇到一個字 我們要找它的池根 它的池根 要找它到底是什麼 例如說 我們今天看到一個句子 Wadan 他在跑步 簡單講就這樣 對不對 那 可是我們這邊的句子是 什麼要講呢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這個 跑步的字根是什麼呢 有一個方式很好用 就是用伊尼 伊尼去造一個句子 例如這個是他的跑步 那伊尼的話說 他沒有跑步 或他沒有在跑步 這時候那個字根 通常百分之九十就會找到 所以如果是Wadan 沒有在跑步 怎麼講 是不是他沒有在跑步 那個大叫做 他是用馬 前面就是都一樣 但是這時候呢 伊尼 這是也算是 走路的一個特色 泰雅語是這樣 就是 伊尼後面的時候 這個東西 通常 他就會是池根 所以 如果我們就是 假設我們一個句子 要找這個字的池根是什麼 的時候 就是可以用伊尼去想 原本是肯定的嘛 它在否復 現在想否復的時候 依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再想一個 隨便再想一個註冊 那邊有一個 你說不密嗎? 西亞 我在喝水嘛 我沒有喝水 你密嗎? 西亞 對 你密嗎? 西亞 這時候 密嗎 原本是密嗎? 密嗎是喝嗎? 密嗎就是密嗎? 密嗎就出來 密密嗎 所以密嗎就是它的字根 就是可以這樣子去找 這個可以再多做練習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教學 或者是 固定是分析教學的時候 有時候還是要找到字根 我們才會判斷說 這個東西是當純詞還是不合詞 這個方法可以運用一下 來看 伊尼 對 用伊尼開頭 對 用伊尼開頭 嗯... 我們練習看看好了 好 這裡有三個 動詞 跑步 跑步 跑步已經舉了 我們看看那個看 還有哪 這邊是打文跟阿里 那我們要怎麼找出 他的詞根是什麼呢 可以想看看 用伊尼照一個劇集 我們要來講 我們要來講 他在和他的看法 他會拒絕 打文詞 他會拒絕 一起去 酱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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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